中国上海市府希望在最后一轮的大规模病毒检测之后实现清零 而北京就继续大规模做检测 对抗规模不大的疫情 庞希伦报道 上海今天汇报新增超过1500宗感染个案 数字继续下降 需要隔离的患者降至5万人 是上个月最高峰时的五分之一 当局因此关闭5间方疮医院 上海为了下个星期实现社会棉清零 继续做大规模病毒检测 希望是实现解封前的最后一轮 但上海不少地区的居民 在当局放松限制后 收到静默期通知要留在家 部分民众不允许收快递 反复多变的封锁令民间怨气再升 上海金山区的867间大型工业企业中 截至星期五有645间复工复产 北京今天回报新增56宗感染 相比前一日稍有上升 病例虽少 但民众仍然要继续大排长浪 做大规模病毒检测 难动你物流公司 亦在运输、储存和销售阶段 都加强消毒工作 希望防止病毒传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